这有人采访了一个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流浪的一个中国人 但是这个人实际上据说是个博士后 就这个人就长成这个状态了 是吧你看他长这样其实 是吧就说如果你不知道他原来是个博士后 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智商不高的人 是一个被生活折磨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但实际上流浪汉有的人 其实有的人是智商很高的 曾经也是高薪的工作高学历 是吧但是总有一些 种不是种是总总 总有一些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是吧有的时候就是一步错步步错 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有的时候关键时刻一招其错 全盘皆输真的 就是那个点就跟那个锣鼓点 跳舞的那个旋律或者是那个节奏 有的时候哎某一个点 一个关键的一个一个point 是吧弄不好啪叉 这人一辈子就就就出流下去了 对吧就像中国现在是吧 中国不也是吗 现在就开始开倒车呀 开始这个是不是哎总加速啊 就往那悬崖下边是吧 就裹挟哎 夏天睡在凳子上 夏天睡会坚持那冬天就惨了 哎我们巴塞罗那也有一些流浪汉 就是那个流浪汉呃 因为我们的气候不错 气候不错 我有时候在那个就是巴塞罗那 它是非常尊重行人的 他马路两边 然后让走汽车都是单行线比较多啊 我们这很少双行线不多 所以人的就是行人的安全系数 就是被车撞的那个几率是挺低的 然后中间最宽的地方啊 种上花种上草 还种上热带的植物 种上那种大的 叫什么树棕榈树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哎 芭蕉树啊 然后真是我是在一个长椅上 看见一个老外一个流浪汉 哎呦睡的还满脸通红 还看着还红扑扑的小脸 还有就是这个ATM机 他这有的银行啊 有的银行的ATM机啊 他单独给那ATM机弄一个小房子 哎 然后有的人就在那铺一个那个纸箱子 叫纸壳背 哎就在那上那睡 哎 华人 七八万华人在巴塞罗那 啊 然后大概要饭的 无家可归的最多三个人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啊 然后这是在美国的 听说是个博士精神出问题了 我们听一听这位在美国加州的啊 开了至少两家 汽车修理厂的 这个这个也是山东同乡会的会长的 也是一个抗日战争的文物的收藏家的 这位啊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来讲这些事 他来了美国 到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啊 他比较懂这些东西 刚刚看到这个 就是在纽约华尔街曾经做过 市的那个江苏江云的一个 国庆 我看到了 大家这个 今天都在转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啊 其实不是现在拍的啊 这个视频在五年以前就有 五年以前就有人拍过他 类似的视频 哦 他说这个人是以前的拍的 这个人是一个博士 是江苏江阴人 江阴那个地方很好啊 那个地方叫长江南岸啊 有个江阴大桥啊 那原来我坐长途车 从北京召公口 坐那个新国县去上海玩 2003年 然后就是从长江江阴大桥过来的 那个大桥是那种叫什么拉锁桥 还是叫什么斜锁桥 叫什么锁桥 然后那个大桥很长 一千多米长 是江泽民还给提的字吗 江阴过去有个要塞 有个那个大炮炮台 共产党要过长江的时候 1949年初就把那个炮台的人 要塞的司令都给收买了啊 当然也算往好听点叫起义了 后来共产党就攻过来了 那会国民党就兵败如山倒 江阴好像比较有名的一个村 是不是华西村就是江阴的呀 是吧 我要没记错 可能就江阴的 但是那个村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那个党支部书记叫什么宝 叫什么宝 不姓朱叫姓什么宝 是姓朱吗 还是姓什么 吴 吴仁宝 他的家族 他的儿子 儿媳妇 女儿 女婿 什么侄子 什么外甥 女婿 一大家子 控制了整个村庄啊 现在那个村赔了 资不抵债了 过去的所谓的什么家家户户 小洋楼 小别墅 那个已经完蛋了 中国所有的有名的村 最后证明都持续不下去 文化大革命的山西大寨 后来的那个宇作敏的天津的大秋庄 还有天津的小晋庄 那是江青的点 是吧 你包括山东烟台龙口的 那个南山集团南山村 你包括河南的那个毛泽东的那个毛粉 那个叫南街村 什么这些东西都持久不了 证明都是假的 靠银行贷款 甚至限制人身自由 甚至土皇帝 杀人 都是贪污 都是这些东西啊 这个 对了 江因人 我们在巴塞罗那还认识江因的朋友 在这儿有个不太大的企业啊 具体的我不说了啊 这个 先生在美国 在美国呢 读了博士 在这个 学校里边做博士后 这个我以前专门给大家聊过 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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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 他们在博士毕业了以后 找不到工作 外面呢 就是说 认为 外面 人家来这个 挑工作的啊 他们去 记了自己工作的履历以后 呃 人家认为 他们不合适 所以说呢 一直呢 就找不到工作 所以说呢 他就 在 学校里面呢 待着 因为 如果你要 如果不在学校里面 待着以后呢 反正那个博士后 如果在中国 那个叫博士后 工作站 那个叫出站 那个不叫毕业 也不叫获得学位 啊 就是一个 这么一个形式啊 我认识的人 有的就是博士后 但是他们是学这个历史专业的 啊 最早他们是 社科院 在西城区 那个古楼西大街的那个 叫历史研究编辑部的 啊 那会儿跟我关系特别好 我每次去都送我好多的杂志 全国各大学 各研究机构 只要是研究历史的 文史的 这个国际关系 都给他们寄 寄那个学刊校刊 然后他们其实都不用那些东西 有很多个别好的文章 他们给引用了 给刊登了 大量的都不用 那个给我都给了我好几百本啊 每次去一大落一大落给我 哎呀 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如获至宝 如饥似渴呀 哎呀 我真的喜欢那些东西啊 对不对 但他们都不当回事 你知道吗 像这些人呢 就没有地方去 因为一个学生 他们一直在学校里边待着 外面对于他们来说 是极为陌生的 他们一出去以后 当场就傻眼了 不知道怎么生活 所以说呢 他们呢 就在 这个学校里待着以后呢 在跟着导师呢 做一些研究 其实就等于老师 找了工作 让他们干的 在那里边保持身份 其实博士后 不比博士这个优秀 其实博士后相对来说 就是对社会适应能力比较差 找工作能力比较差 别人挑他们的时候 认为他们不够资格 去到人家的公司上班去 那他的意思 我明白 就是说 说这些人 可能就是些书呆子什么的 难说 我也不清楚 反正在北京 我接触的都是学文课的 文史类的 那有的那个博士 博士后 有的真的 确实那个生活自理能力 什么的 都有点不是特别的灵光 说白了 就是叫书呆子啊 有的人甚至搞对象都不会 然后那个 你像原来我接触的朋友 他搞对象 你找个女朋友什么的 不管是自己搞的 还是人家介绍的 哎呦 都 啊 有的时候还叫着我 你跟我一块去吧 好像我给他壮胆 是吧 当然我算是对得起朋友 正人君子 我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对吧 但是有的人就不是这样了 所以他们有的结婚什么的 都比较晚 都确实老实 老实的不能再老实 真的 他们对社会 社会的黑暗 社会的复杂 对吧 他就是书呆子 你知道吗 其实社会 应该 更给这些人出路 或者给他们更多的包容 但是社会又是残酷的 对吧 博士后不是一个学历 嗯 博士后啊 咱们国内议题 说谁谁谁 博士后 在美国 博士后不是一个 好的一个 说法 你说你是博士后 其实 人家同行的 都知道 你不优秀 你真正 做博士优秀的 你出学校门以后 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offer 甚至有很多人 看到你研究的东西以后 也很乐意跟你合作 做很多事情 那要是理工科啊 什么计算机啊 这些高科技啊 网络那有可能 是吧 你要是文史类的 还是要做冷板凳 是吧 这不一样 这个美国 前太多太多博士了啊 我建第一个博士 是 没有做他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呢 是 一个台湾的 叫林志平 林志平 哈佛的博士 也是物理 研究物理的博士 台湾的 我认识他说 他五十多岁了 他说 二十九 他五十多岁 他妈呢 他干嘛呢 他去做装修 在装修工地里边 帮别人接电 一个月 三千不到 两千多块钱吧 两千多块钱 我当时就说他 我说 你做点什么不行啊 你这是 大博士 你做点什么 赚不着钱 他说不行 他说 我很 知道我自己这两下子 只要我出了我那个 圈子以后 我就没得玩 就我出了我那个地方以后 我就没得玩了 我就只能来最低端的地方 他说 我来不做 我 我 我餐馆 我做不动 如果我不做这个工地上的这个 我做不了别的工 这些搞研究的人啊 学历高的人 他们有的真的是 比如说连自己的健康 可能都不是太顾忌 原来社科院的一个人 社科院 世界历史所的一个东北人 他在俄罗斯那个顿河畔的 罗斯托夫大学 研究俄罗斯历史的 姓鸾吧 叫鸾景和 我还跟他接触过 在一块吃过饭 一块开过会 好像岁数不大就死了 他偏胖 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啊 还是什么原因 岁数不大就死了 还有社科院的原来一个近代史所所长 后来是不是当了社科院副院长 我不记得了 他原来好像是辽宁省社科院的院长 他是黑龙江哈尔滨人 叫布平 就是这个布兵的布 平坦的平 也是六十来岁吧 就死了 就是做学问的人 有的时候他那个生活的那种的作息时间呀 各方面的 他不健康 有的时候他看书啊 或者做研究 就这个是吧 不抬屁股 就坐在椅子上 他能坐有时候七八个小时 十来个小时 他真的是废寝忘食啊 就可能把周围的 是吧 你这个生活呀 这个健康啊 是吧 饮食起居呀 都顾不上了 是吧 其实这个 当然也有的做学问的人是很高寿的 活八十多 九十来岁 一百来岁的 是吧 这种人也不少 反正当然跟你的基因呀 或者说你是不是 锻炼呀 你各方面也有关系 林志平呢 他自己太了解自己了 因为他是基督徒 他比较踏实 他就说 如果我要去做 我自己的那个物理 他说我工作太难找了 工作不好找 找不到工作 那我这个年龄以后 要做改成别的以后 对于我来讲 太累了 他就自己说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物理 他说我当时在建中的时候 这台湾最好的学校 就建中啊 建国中学 他我在建中的时候 老师就说 当时台湾需要物理人才 那就是说 你这个学习成绩啊 他说那建中 对建国中学 那是一个好像南中 只收男学生好像是啊 女的最好的女子中学 就是北一女 就是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 就在台湾的总统府的 应该是北侧吧 然后他们那个制服 是嫩绿色的啊 好多这个女性有成就的 什么马英九的夫人 周美清什么的 很多都是那毕业的啊 建中 说话的这位在美国 有成就的这位企业家 也是抗战文物的收藏家 他有两个舅舅 都是台湾的国军的将军啊 好像至少有一个是中将军衔了 他也去台湾 因为他做抗日战争文物的收集工作 做得很成功 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文物啊 所以他跟台湾那边也很熟 大陆也喜欢他 大陆的统战部啊 这个什么乔连呀 他也是做上宾 然后之后因为大陆也需要抗日战争这方面 对吧 这种的宣传呀 这种的 学习成绩很好 学习成绩好 那你就干脆 学物理吧 他说呢 就他到了台大 就读的是物理 到了台大读完物理了以后 完了 这个 到了美国哈佛 继续读物理 他说 我读物理没问题 就是吃力 但是呢 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我不喜欢 你让我读了以后 我也能读 我也能 去做 但我不喜欢 我就做不下去 他也找到 美国很好 在大学里面 去做研究 他做一段时间 做不下去 他认为 对他压得太大了 达到了以后 他 有好多的时候啊 他是 学某一个专业 是爹妈 给安排的 就是台湾呀 这个中国呀 日本呀 韩国呀 甚至包括越南呀 这些国家都类似 他本人并不喜欢 有的时候 这还是不是很富裕的家庭 如果真的是 特别上流社会的 可能人家反而到 无所谓 没有压力 但是普通人 又希望实现 一辈一辈的阶层的跃升 所谓要出人头地呀 要如何如何 怎么怎么地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没办法 他不喜欢 好像在德国 还是奥地利 还是哪个国家 就一个大银行家的一个什么什么儿子啊 就非让他去学什么金融啊 投资啊 但是他特别喜欢自个做面包 后来他跟他的爹也是很多年都是冷战什么的 后来好像哎 也也毕业了 也安排到一个大的银行 或者说他们家的买卖吧 哎 他不乐意 最后他去做面包了 是吧 当然这个这么潇洒啊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爱好和职业完全能够这个重叠起来的 不矛盾不冲突的 我看99%的人恐怕做不到 是吧 这个就是人生的无奈啊 他感觉这个工作 太辛苦 那就 慢慢的就辞职不做了 不做了以后 太太养了他十来年 养了十来年以后 他就在教会里面 完了以后呢 他就去做装修 我十年以前吧 知道他回台湾了 我问他为什么回去 他就是说 他退休了 退休了 他就希望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就想在那儿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呃 是说很多人认为说 一个毒物理的人 他没有这个 为这个世界做了贡献 就可惜了 我首先要说的是 我们中国人 就包括台湾 以前 香港的以前 培养的人 他们都不是因为这个 这个孩子的兴趣 这个孩子 做一个有快乐的事情 去学一个专业 不是人才失教 而是因为需要 而去培养 呃 这种呢 造出来的人才 其实是叫工具人 工具人 那种工具人啊 他没有办法 能keep长期的这种 呃 就是 他的工作 刚刚 那个视频上 讲到的那个 江苏怀音的这个先生 他是什么人呢 他也是学物理 学物理也是因为 找不到工作 那么就是到了华尔街 去做电脑 就是做软件 做软件 他做软件 他做了两年不到 一年多 干不下去的 其实啊 你不要以为 他 在华尔街 他能 做 做一段时间 他就能力 有多么超强 其实不是 华尔街 你如果 像你做电脑的 我认识好几个华尔街 搞电脑的啊 他们没有很高的学历 就是在美国 普通的大学啊 普通的大学 拿到了以后 有人介绍 他就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 在里面 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心是不高 十几万 二十几万都有 他们一样可以日子过得好好的 你能 他刚才又说这位是江苏怀音的 刚才一开始说是江苏的 是吧 怀音 怀音那是属于怀安吧 怀安市下边的怀音区 是吧 原来可能叫怀音县 是吧 在这个怀河边上 在中国南北分界线上 是吧 其实有好多地名啊 这容易搞混 你看山东 有南林夷 还有北林夷 南林夷的夷 三点水 一个金 北林夷 上面一个口 下面一个八 是吧 你看河北省有清河县 新疆也有清河县 但是没有三点水 还有个京河县 京制的京 内蒙古 还有个清水河县 你看最近这个甘肃 这不是发生地震了吗 基石山 保安族 东乡族 萨拉族 自治县 旁边 还有一个就叫东乡族 自治县 但是江西 也有一个县 就叫东乡县 所以好多地名 你特别容易搞混 知道吧 你能在那里 熬上几年以后呢 你就是资深的 这个程序员了 你基本上呢 你在那里面混上 一辈子是没问题的 这个先生混不下去了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和人打交道 有问题 和人打交道有问题 也就是说 别人和他打交道的时候 发现 不容易相处 或者交给他 这些东西 他理解不了 这就是情商 有的人确实情商 这方面就老是跟那个幼稚的小孩似的 属于孩童状态 是吧 就是说老天真呀 或者老顽童啊 是吧 有的人也有这种人 这是一种人格缺陷 但是没办法 上帝生下来人 是吧 人是上帝造的 所有的人 你不是这方面有缺陷 就是那方面 当然 每个人也都有优点 优点也不一样 反正理工科 这些东西 我是一点都不入门 当然数学 我是算账特别快 我这记忆力好 然后算账可以 但是你要说什么物理 叫什么代数啊 几何啊 这个 是吧 我肯定是不灵 其实一个人啊 还要发现自己的优缺点 然后你根据自己的优缺点 你来从事你的职业 规划你未来的道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玩不成自己的工作 也就是说 别人给他工作 他没有能力 能完成 那就 肯定做不下去了 我们今天看着他 在那里 可怜楚楚的 可能会心生连续 就是希望能帮助他 希望鼓励他 这都是很好的事情 如果你遇到他的前妻 我相信他前妻 会告诉你 你没有办法救他 救不了他 因为家人 可能已经 用各种方法 各种办法 去帮助过了他 发现帮助他没有用 否则的话 一般 他们都不愿意离婚的 大家谁愿意 离了婚以后 搞的以后 很麻烦 对不对 你看 他的前妻 跟他住在一起四年 又花了四年时间去离婚 这里面 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很多故事 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相信 这个先生呢 他在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社会上也好 因为不能适应 造成他 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压力以后呢 精神出了问题 这个是 让人很尴尬的一个事情 社会花了这么大的精力 去培养他们 到最后呢 培养出来的一个精神病 因为他们 从开始 在不 就是 在不会自己选择的时候 在培养他们的人 并没有 给他们一些好的指导 让他们在选择的时候 选择一个错误的 那么 一个这个 专业 那么这个专业呢 等他到了 其他 不同环境的时候 他们应该再次 选另外的专业 对不对 来这个 修正 我见过很多美国 学生啊 他们都是在修正 修正 一直到 修正到快毕业了 找到自己的专业 喜欢的专业 有兴趣的专业 拼命的 学 出来以后 找到很好的工作 如果你要是 不用这种方式 就是 反正我以前学物理的 我就一直学物理 对不对啊 那如果他要有 很好的天分 其实很多时候 学校也就留下来 他们做研究了 有的时候就是走火入魔了 或者说中国人吧 就是出人头地啊 就是爹妈什么的 没有自己实现的愿望 老想让孩子给实现啊 给的压力太大了 就是华人啊 或者这种 东亚文化圈 亚洲地区 可能这种特别的 是吧 把人压的可能 或者如果你没给他 这么大压力 你及早让他毕业 或者甚至连大学都不用上 是吧 上个高职 是吧 上个高 这是什么大专 甚至中专 也许他活得很痛快啊 对吧 但是你这种压力太大之后 他承受不了 他那根弦崩断了 崩断了 所以说他那种 也让人很难过的就是 他自己并没有找到自己 要的东西 到最后呢 他丢失了自己 丢掉了家人 丢掉了工作 那一辈子在 在迷茫当中 因为你看我 是吧 我这人就实话实说吧 我一点都不装逼吧 我就是初中毕业啊 对不对啊 我虽然后来就学了一个成人的高中 上夜校 在那个宣武区广安门那三小 那也都瞎扯淡啊 我实际上就是初中啊 甚至我初中都几乎很难毕业 我还差点蹲班呢 因为我那数学不灵 我这脑子不走那根筋 你知道吗 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 可是我的幸福感是非常强烈的呀 对吧 因为我虽然初中毕业 但是我到那个合资公司 中美合资 我干了八个月 美国人就提拔我了 对吧 人就看中我的优点了 我的前任是外交学院的呀 就那展览录 那个院长 有一任的院长 就是那个吴建民 当过中国驻法大使 当过什么国际展览局的局长 还当过什么全国政协的什么 那个新闻发言人 是吧 后来我还见到他了 吴建民 我们俩还有合影 是吧 那是我的前任啊 王先生 后来他去当记者 后来又开广告公司 对吧 对 我是一个初中生啊 对吧 可是 确实我是很幸运 万里挑一啊 幸运的大门啊 是美国人为我敞开的 对吧 当然也是我自己努力的 也不仅仅是美国人 我的当时的那个中国人 副总经理是中国人 生产部总监三号人物 我们采购部经理 方方面面的 所有人几乎都对我印象特别好 因为我确实实在 然后也爱看书 也有上进心 也比较文明 干活也比较的就不犀利 也不是偷奸耍华 所以机遇很好的呀 对不对啊 当然大部分的初中生 或者说怎么样的 还是在社会上 尤其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 骑士 其中有一个主要的骑士 就是你的这个学历 是吧 你比如说很多的门槛 对吧 你没有学历 他不要你啊 你看我那是 因为我是装卸工 我是以装卸工的身份 到那中美合资公司去了 哎 后来干了八个月 人家一下就把我提拔了 我这个机遇太少了 对不对 在美国的中国人 这个高学历的圈子里边 有这么一群 一大群人 精神出了问题 精神出问题的时候啊 他周围的人都认为 千万不要去治奥 这精神病人一吃药以后 更问题更大了 那是那个药可以让 精神改变的药 肯定会出问题 这中国人很多愚蠢的思想啊 想法就这么愚蠢 就跟世界跟现实 就这么脱节 里头不是以前 对大家讲过 那个刘广天那个博士吗 刘广天博士是我顶着 一万个压力 把他送精神病院 所有的人都埋怨我 干嘛一定要把人送到 精神病院去 送到精神病院去毁拉着人 15天以后 刘广天什么事都没了 现在又回到了 这个 他以前的工作的地方 搞激光去了 年薪好几十万 有精神问题 没有问题 有精神问题啊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只要去好好的去治疗 每天只要吃上一片药 什么事都没有 以前的那个精神病治疗的药 还会让你感觉到这个 在工作的时候慢半拍 现在完全没有了 像这个 中国可不是 中国是把一些不听政府话的人 没有病的人关精神病院 像那个杀了六个上海警察的杨家的妈 王静梅 就给关到了北京市安康医院 那个实际上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戒毒所 是北京市公安局50多个处级单位其中之一啊 那个单位曾经也买过东西吗 还有那个李甜甜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他是声援了一个上海的一个女性的大学老师 那个女的在这个讲台上发表了一些这个关于这个言论自由啊 普世价值的一些发言 结果被学生给举报了 李甜甜声援他 结果被他的亲姑父 也是当地教育局的一个小头头 加上当地的公安呀 各方面的 最后是吧 找不到其他的罪名 就把他关精神病院了 对吧 然后这两天我做的一个视频 是中国哪个地方 我现在忘了 也是把那个人关精神病院了 就这种现象非常的多 黑龙江一个上访的 后来被这个黑监狱啊地方政府给绑架回来 给他关到太平间 关停死尸的地方 是吧 这中国确实精神病院里边有大量的没有经过本人同意 对 好像是南方是哪 江西还是哪 对一个年轻女孩 对 我给发在推特上了 因为油管的那个那个规则是更严的 有的不敢发在油管上 是吧 他会惩罚你 但是这个这种现象太多了 像这个 只要精神病治好了以后 他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事都没有 至少 不要说为社会做贡献了 至少他可以自理啊 自己过得像个人样子啊 说得非常好 非常对 这个 还有就是中国人的攀比 这种攀比 就是这种互相的采荷 互相的欺负 互相的挤的 互相的歧视 中国人之间这种互相的真的就压榨压迫 一层一层的 确实给很多人造成压力 中国人当中的有精神病的精神类疾病的人 至少一两个亿 有的说有五六个亿 是吧 反正精神病院 反正对 北京的精神病治精神病的 就是那个安定医院呀 就在德胜门外 兵教口胡同 原来也是我客户啊 那有病人食堂 也叫营养食堂 还有那个职工食堂 我都给他们送货 我有时候去 有一老太太 老冲着我说 特务头子 特务头子 管我叫特务头子 有一个病人 那有铁炸了 他出不来 给他关在窗户里边 然后那个 有那个什么电机棒 叫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个护士什么的 有时候就刺了他们 还给吃药 有的人 你像不听政府话的人 关起来 本来你没病 结果吃完了药 最后你也目目待待的 就把你给吃出病来了 反正那个对 那个是一个医院 还有那个回龙观医院 就在西三崎北边 那是一个大水塔 那个原来也是 他们一码事 回龙观医院 也是治精神病的 还有各区 有的也都有 这个精神病院 你还在顺义阳镇 那个叫顺义区第二医院 实际上 他有精神病医院 原来我的一个邻居 就在那后勤 干点事 还是大学毕业生 他在浙江宁波 读的大学 一个女的 后来我感觉 他也不大正常 也有点神神道道的 是吧 是不是在精神病院 的环境 互相影响的呢 是吧 难说这些事啊 尤其这中年人 是吧 你该出成绩了 你该当官了 你该当教授了 你该发财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 这社会 甚至你的爹妈 甚至你的兄弟姐妹 是吧 甚至你的老婆孩子 可能都瞧不起你 是吧 中国人有点视力眼 反正是挺是非的 挺这个 说白了 挺操蛋的啊 当然可能其他民族 我不是很了解 应该没有中国人 这么的邪乎 大家知道这个 在美国你读这个 读一个 普通的大学 不是太难的 美国的普通大学 很容易 真正要读 最难的是 读一个master 读一个硕士 硕士 美国的这个大学 是很严格 很严格的 那读博士呢 好的大学 超级严格 像如果你要是 读一个好的 这个博士 你首先一定要在一个 国际型的刊物上面 发表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 还真的是 完全没有人做过的 你看那个 在很多名人 被搬出来 说他的论文造假 对不对 这个包括前几天 那个黑人 哈佛大学的校长 他都整段 整段的抄那个论文 一个好的大学 一个著名的大学 从学校里边 拿到博士文凭 超级超级不容易啊 很难的 很多人 博士拿完了以后 人也崩溃了 我有好多好朋友 他们修完了博士的 学分 他们都不去考博士 也就是不去做答辩 不发表论文 不去做最后的那个 他就是说 他如果 如果我玩完了 那个东西以后啊 人都 半条命没了 好几个朋友 别人没有的看见 你看到的东西 是别人没看到的 而且在这个行当里边 要 让别人接受 让这个圈子的人 接受你的这个 论文 超级难 中国的这些博士啊 什么的 当然那些什么教授啊 那些校长 那些臭流氓啊 像那个是吧 前一段那个北京理工大 那个副校长 是吧 开着那个视频会议的时候 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的 这些老头 他的研究生过来 直接亲老头啊 参加视频会议员都看见了 对吧 那那个是什么关系 对不对 是两口子吗 不是吧 啊 还有那个太原理工大学 那个网红的校长 原来在别的大学当校长 那正强 是吧 那不是包养情妇吗 那他那情妇 都是女大学生 那个也是研究生吧 那都后来搞对象了 都要结婚了 他还勾得人家呢 他给那个女的在广西吧 广西他 他好像正强 有两三套别墅 其中有一套就给那女孩了 后来那女孩又在北京混 这正强吧 应该是正强 或者其他的人吧 我有点记不清了 后来又给那女孩在河北燕郊 啊 说我要结婚 在燕郊买套房吧 北京太贵了 然后他又给出钱什么的 然后都要结婚了 还跟那个 都跟男朋友在一块生活了 然后他还不断的 给人家俩人联系 半夜还联系 对吧 还有那个中央美术学院 这个美中央美院 在望京 是吧 他们那个油画系的那系主任 是一个福建人吧 那也臭流氓啊 听说猥亵 强奸 性侵 幼奸 一百多个女生啊 对吧 还有我二姐 他们原来那个中央音乐学院 他们那的教授 我都见过呀 我去找我二姐的时候 那老教授 老头子 就是老色鬼 就把那个手搭在人家 小女孩的肩膀上 对吧 当然我二姐 他是不敢 因为我二姐比较正派 我们有北京本地人 但是有的女孩 外地的什么的 是吧 他就 什么那个蒋英 是不是钱学森的老婆 不是是吧 蒋百里的女儿不也中央美中央音乐学院的吗 听说 不是跟那个李双江 还是吧 因为那个钱学森的会儿搞原子弹 一走走好几年 而且都不知道去哪了 都保密啊 毛泽东时代 把那人不当人 你知道吗 就夫妻 很多夫妻是分居的呀 对吧 还有什么那个北京交通大学的那个教授 不是也臭流氓吗 原来叫北方交通大学 我还是他们校办企业的 蓝通集团 原来我是他们的业务员吗 在杭州分公司吗 是吧 所以很多事脏得很 中国 中国所有的大学 很多的教授都是臭流氓啊 比如说你要学这个 制作芯片 那你很难哦 你这个芯片你要 到时候你要发表一个论文 别人从来没有搞过的设计方式 你怎么样也要 在一个正常 为什么很多人修完了博士的课程 他们不去考博士文凭呢 因为很多人 我是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说 他说我们在美国 你并不是说你拿不到博士论文 你就找不到好的工作 就是你博士当然是拿到以后更好 可是有些时候 他说你说你去在大学工作的话 你需要博士文凭 你去到一个公司 人家看的是你的水平 而不是看你的文凭 你修了像 对 这个 我的 原来我在旺京 我的邻居 他们家是陕西西安人 他的亲弟弟 就是技术移民 到了那个澳大利亚 好像在西澳洲的首府 破斯吧 然后学理工科的 他就是硕士学理 但是他在找工作的时候 在澳洲 他说我就是大学本科 因为人家说了 我这活就给的是本科 你要硕士 我还不用你 所以他就隐瞒了自己的硕士学历 反而很容易就找到工作了 然后这个 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 这个学历只是一方面吧 像有一些人 为了拿到这个博士文凭 其实很努力 很辛苦 他自己把自己给搞 脑子搞伤了 就完蛋了 唉 人其实 很多人没有这么高的这种智商 你硬 拿到了你 天涯式的学习 你拿到了一些东西 其实对你 也不一定有多少好处 反而把你给搞伤了 也没啥实际大意义 这个就叫弩 硬弩 是吧 反正我知道的 在中国确实是各种的压力 各种的歧视什么的 你像我这个原来找工作的时候 是吧 我确实没学历 是吧 后来我顶多有个高中学历 有的单位根本就不用我 就是说人家有门槛 是吧 你没有大专以上 连谈都不谈 有些单位还不错 有些单位就是说 哎 你没有学历 但是你有精力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感谢那美国人呢 是吧 就是说我当过报官员 也当过办公用品的采购员 那都是美国人给的我机会 所以后来我离开那之后 我又干了十多个单位 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了 得了 你既然你有经验 你不用培训啊 你来了就能上手啊 得了 就用你吧 就这样 当然有很多单位 根本就是吧 就是说我也投过一些简历 现在呢 几十年过去了 是吧 我也五十岁都多了 现在我看看 确确实实没有学历 当然有缺憾 但是呢 像我那些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他们还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已经在合资单位 是吧 我就当白领了 什么的 我比他们要快 就是他们还在上学 我已经 就是有不错的职业了 当然等他们刚大学 毕业呢 我基本上已经要自己开公司了 或者为自己挣钱了 俗话说什么 好汉不挣有数的钱 对不对 幸福不幸福啊 这个上没上过大学 是一方面 当然现在这个年代 大学扩招了 对吧 几乎人人 像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北京上海 人人都可以上大学 是吧 但当然有的上的是什么 二本三本 我也不懂 什么985211 我就知道这是好学校 是吧 至于多好 共产党还搞过什么 这个院系调整 把很多这个好 有名的什么教会大学呀 老资格大学 都给你打乱了 后来各个系 都有什么辅导员 都有什么党总支书记 是吧 就中国已经 反正 是吧 而且你上的学越多 你接受的洗脑 那些垃圾 给你脑子里边 灌的也越多 当然他说的 在美国有一些 比如说 你这个飞弩 就是华人那种压力 因为华人是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 因为政治上 是被500个家族垄断的 那就很多人 就被迫走到了读书 然后这个出人头地 这条路 其实是非常可怜的 为什么很多人 修完了博士的课程 他们不去考博士文凭呢 因为很多人 我是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说 他说我们在美国 你并不是说 你拿不到博士论文 你就找不到好的工作 就是你 博士当然是 拿到以后更好 可是有些时候 他说你说 你去在大学工作的话 你需要博士文凭 你去到一个公司 人家看的是你的水平 而不是看你的文凭 你修了 对啊 你看我是没有文凭 但是我原来在我们那个 台湾人的那个火鸟 色拉油油厂 我当推销员 我最火的时候 我一个人 我们那会是 我们部门是五个业务员 我一个人卖了 整个我们这部门的销售额的60%啊 对不对啊 那几个人 他们都是上过大学的 是吧 我这一出众生 是吧 我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啊 我就跟人打交道 是吧 我从来就不犯处 从来就特别自信 而且我喜欢跟人打交道 你们明白吗 不是说完全为了钱呀 为了为了赚多少多少啊 哎 我是觉得 是吧 因为我看了这么多的书 我从小就是过目不忘 哎 然后 是吧 这个这个读万卷书 所以我爱跟人交流啊 对不对 我跟大家伙聊天的时候 这是乐趣啊 对吧 就跟我先做油管 是吧 他给我那个撒瓜俩枣的 那个广告费 对不对 说白了 够不够我塞牙缝的呢 对不对 我都不在乎 这是乐趣 对吧 一个人活着得有乐 是吧 得高兴 得有成就感 是吧 然后把你的快乐 尽可能的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多好玩啊 这就活得不累 好玩啊 好玩啊 对不对